刘耕洪晒二女儿珊珊尽照,简直是姐姐小泡服的翻版。 近日,刘耕洪的小女儿,珊珊的尽照被曝光。 图片中,珊珊身穿紫色毛衣,搭配牛仔短裙,拖住行李箱,十分乖巧可爱。 珊珊的可爱模样,简直就是姐姐小泡服的翻版。 这家小宝贝是吃可爱长大的。 2011年9月,刘耕洪与王婉菲的第一个儿子刘宇恩在温哥华降生,英文名叫脸。 她的名字是张先生的荣耀的意思,于恩就是宇宙浩大的恩典,中英文名字应很相近,又很有意义。 刘耕洪的二女儿叫小泡服,也就是少爸爸去哪儿第五季中的可爱小宫曲。 2013年7月22日,女儿出生,目前还未正式公布女儿的真名,平时都叫她小泡服来住。 由网友爆料,小泡服的真名叫刘宇福,今年五岁了。 刘耕洪的小女儿叫刘宇珊,2015年3月13日出生的,今年两岁了。 据悉,她是刘耳洪产生的,出生时头尾33,胸尾33,体重3081,排行老三,儿山河三邪阴,所以具名为刘宇珊。 近日,刘耕洪,的小女儿,珊珊,的近照被曝光。 图片中,珊珊身穿紫色毛衣,搭配牛仔短裙,拖住行李箱,十分乖巧可爱。 珊珊的可爱模样,简直就是姐姐,小泡服,的翻版。 这家小宝贝是吃可爱长大的。 三姿女超打鸡精网友,根本就是三胞胎。 一家五口,超有爱的,看得小编好羡慕,亲子装有木有。 三姿女超打鸡精网友,根本就是三胞胎。 许多网友纷纷留言,这基因太强大了,兔宝宝牙真是刘家招牌,小泡服的小乃因也是遗传的吗?三兄妹研制都好高,好羡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